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买了一把横温调温的电烙铁 这把电烙铁的唯一缺点就是上电以后是三个杠 需要按中间的按键长按才能够正常工作 通过这两边的按键是可以调温的 能够把温度调低,也能够把温度调高 并且能够横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刚才测试了一下,效果还是可以的 我们看,这样的大焊点,我们把温度调到280 调到280 当温度升上来以后,我们随便焊一个焊点 我们看,烙铁放上以后是不化的 然后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就化了 这说明它有横温功能 如果一般的烙铁呢,在我们按上以后不化呢 它就不会化了 这样呢,我们多放一会儿,这样它就焊开了 说明这个烙铁确实有横温功能 下面我们把它打开,看看里边的构造 我们首先卸掉烙铁头 上面这是烙铁头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螺丝卸下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抽出来了 好,我把它的板拿出来了 我们看,它内部有三个按键 是微动的开关 一个数码管是三位的 一个滤波电容 这端是一个二级管 一个发光二级管 还有一个线流电阻 这个线流电阻的阻值是823 820K的 这一端是烙铁心 这个位置有一个接按键D的线流电阻 它的阻值是2K 我们再看板的这边 这个是BT136可控硅 它的T2端接烙铁心的一个引脚 烙铁心的另一个引脚 是接这端供电的 它的这个引脚是接D端 也就是T1端 是通过EU电阻 接到我们这个回路上的 这一端是处发机 是通过这个电容来处发的 这个电容的这一端 是接我们这个单片机的一个引脚 虽然这个单片机的型号被抹掉了 但是它是一个单片机 它的供电是通过我们这个芯片来供电的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KP3310 这个芯片是值得大家记住的 因为这个芯片呢 它能够把220伏电通过半波整流之后 无需滤波电容 然后呢只需几个元件就能够降压到 我们单片机需要的 2.7伏3.3伏和5伏 当然这三个电压呢是需要选择 是通过引脚来选择的 如果我们需要相应的电压呢 就要给它这个一脚进行相应的设置 比如说开路短路或者是接100K的电阻 它的5678角是220伏 进二极管半波整流的电压输入端 它的四角是输出端 它的一角是输出电压控制端 这端是一个105P的滤波电容 这端还有一个大的滤波电容 也就是这个芯片四角输出端 然后呢给这个单片机供电 这个单片机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从220伏输入端 通过两个一兆的电阻 然后Z端接在一起 给芯片提供一个过零检测电压 另外呢通过电容两端的3.3伏电压 给芯片提供一个供电 它还通过引脚给这个数码管 提供驱动的电压显示数字 这个数码管呢也是特殊的数码管 它只有1,2,3,4,5,6 就能够驱动三位的数码管 因为每两个引脚之间 正向和反向不同的笔画被点亮 所以通过程序就能够控制 数码管显示数字 最后我们说一下 它的横温是怎样实现的 首先这个烙铁芯是两个引脚的 很显然它不是横温的烙铁芯 但是呢 可控归的T1端 这有一个EO的线流电阻 通过检测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流 就能够测定我们这个烙铁芯的加热温度 是否合适 从而通过这个电阻反馈到MCU的一个引脚 计算一下 它的输出电流是否合适 如果电流偏小 那么我们这个PWM信号就加宽 如果电流合适 PWM信号就稳定 如果电流偏大 PWM信号就会减小 相应的达到了一个恒定的功能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